1928年的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割据的时代 各地内乱不断发生 当时的香港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经济比内陆要繁荣很多 一天在香港的街头 熙来嚷往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三声清脆的枪响 听到枪声 众人纷纷四处逃散 而有位中年男子在人情中缓缓地倒下 身上满是鲜血 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没有抢救过来 而他的死讯也引起了香港社会的轰动 这个人是谁呢 有怎样的故事呢 这人叫利西慎 当时在香港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为什么这么出名 原来他是利氏家族的核心人物 当时利氏家族实力雄厚 几乎可以说是掌握着香港一半的经济命脉 当49岁正值壮年的利西慎 被杀死在街头 家族里非常震怒 他的发妻黄蓝芳甚至悬赏2万港元找凶手 当时香港警方也很重视 毕竟利西慎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凶手似乎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势力庞大的利氏家族 也想尽办法找凶手 却无从下手 如今将近百年 直到现在这桩枪击案仍是悬案 对于利西慎的死人们也议论纷纷 有的说是他家的生意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所以被报复 也有人说他们做的生意手段不干净 遭了报应 利家是做什么的呢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 这还要从利西慎的父亲利良毅说起 利良毅是广东人 十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很穷 当地不少人都去美国淘金 他和两个弟弟也告别了父母 去了美国 经过几年的打拼 兄弟几个也赚了不少钱 利良毅便找了个华人女子结了婚 生下了利西慎 出生于1879年的利西慎 在美国长大 后来美国当地发起排斥华人的运动 华人的生存环境一度很艰难 利良毅便带着妻儿回了广东 这时候他们广东的家乡 比以前起色并不大 利良毅经过考察 便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开了一家百货商店 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那时候利西慎才17岁 还在上学 毕业后 他并没有接手父亲的生意 反而有自己的主意 通过自己的考察 他成了一名买办 买办是当时香港一个比较流行的职业 工作就是对接国内外的货源 然后再转手进行交易 这就是俗称的中间商 当时国内市场对国外市场供货的需求量比较大 外国也喜欢中国的茶叶 丝绸等特产 利西慎在经营生意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非常赚钱的门路 那就是销售鸦片 当时的鸦片生意虽然在内地被明令禁止 但是在香港却是合法的 投资少 收益高 利西慎想办法获得了经营鸦片的资质 并与人合伙开了公司 决到了第一桶金 其实鸦片对人的身心精神损害是巨大的 所以林则徐当初要在广东开展禁烟运动 很多正义的商人也以经营鸦片为耻 但是利西慎对此却不在意 因为鸦片属于暴力生意 他巴不得别人都不做这个生意 他好垄断住 那样就能赚更多的钱 这让很多人对他不满 也有人开始抵制他的生意 那时候他的生意不只是鸦片 别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公司的股东们也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股东建议放弃鸦片生意 另一部分则主张坚持 股东们的矛盾非常激烈 不久利西慎因私自并购其他的鸦片公司 而被人告上了法庭 这个案子当时竟然持续了四年才审判 最终以利西慎的胜诉结束 案子结束后 香港政府的政策也实行了改变 开始了打击鸦片贸易 利家公司的生意损失惨重 这时利西慎还是不愿放弃这个生意 他辗转到了澳门 当时澳门还没有那么严格 这时候他也开始把生意转移到别的方向 比如房地产等领域 他看中了香港铜锣湾一带的土地 那时候还没开发 价格也不高 他就买下了铜锣湾的大块地皮 没想到多年后 这一带成为香港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 也撑起了利家的产业 驰骋商场多年 利西慎涉足了多个领域 赚得了大量财富 但是也结下了不少恩怨 因为鸦片 不少人对他深恶痛绝 至于是谁刺杀了他 一直也没找到凶手 很多人都等着看笑话 觉得他庞大的产业 在他去世后会引发纷争 当时他有四任妻子和十五个子女 大家都以为这些人会因为争夺家产 闹得不可开交 可是最终结果却风平浪静地度过了 原因是在于一个人的明智决断 这个人就是他的正妻黄兰芳 黄兰芳生于商业之家 也很有能力 能压得住场面 在利西慎死后 黄兰芳迅速控制了家族里所有的产业 召回了在英国读大学的长子 利明泽来打理家族的主要产业 23岁的长子利明泽 并非黄兰芳所生 但是从小就被利西慎尽心尽力地培养 这一点可以看出 黄兰芳是明智且实时务的 他没有因为不是他生的 而忽视长子 这一点也平衡了妻妾和子女的利益 同时黄兰芳还下令家里所有人低调形势 谨言慎行 防止别人利用 抓住把柄 那段时期的低调 不但令家族避过了危机 同时也让年纪小的子女们 能够如期完成学业 保存了家族的人力成本 果然利明泽回国之后不负众望 在黄兰芳的帮助下挑起了利家的大梁 利家的各项产业也走上了转型之路 利明泽跟兄弟们合作经营 他主管家族对外工作 几个弟弟则接管不同的内部企业 在利明泽的带领下 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 给学校和弱势群体捐款 打造家族的正面形象 并参与到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利家与政府达成协议 参与了跨海隧道工程的修建 而且还涉足了通讯等行业 最辉煌的还是利家的地产 当初买下的铜锣湾 盖了无数的高楼大厦 这些房屋只租不卖 给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后 利明泽还多次回内地进行商业投资 而且在家乡广东投资教育事业和福利事业 捐助学校医院等 而除了利明泽 老三利孝和也比较出喜 1946年担任中国外交部顾问 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职 另外他还创立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也就是著名的TVB 其他的子女们也有各自的建树和领域 利家之后财富的传承也比较稳定 产业继承人都选择合适的 并非是嫡长子 比如三代继承人是利息慎的五儿子所生 利家的子女们从学校毕业后都会到社会上锻炼一段时间 有了一定的经验 如果想回家族企业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现在利家的产业很稳健 尤其是在地产和证券方面都比较平稳 媒体评论说 利家的财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传承 这一点很难得 有很多知名大家族 到了第二代第三代 由于子女众多 家产纷争 闹得鸡犬不宁的大有人在 而利家能够实现安全平稳过渡 也得得益于利息慎对子女注重教育和培养 利息慎家族是一个在香港显赫一时 富过百年 如今仍较有影响力的家族 在利息慎被杀之后 她的妻子黄兰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成了一枚定海神针 她让非自己亲生的大儿子掌权 阻止了妾术之间的明争暗斗 又形势低调 利用危机意识 凝聚一家人的心 化解了家族内部的离心 另外 她的决断也抵御了外界的虎视眈眈 可见其精明与领导能力 在她的扶持下 大儿子利明泽也得到了历练 继承发展了家业 利息慎的发家和鸦片生意 虽然充满着罪恶和不择手段 他也因为树敌太多 死于非命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利家的后代 逐步走上了正当的轨道 从事的事业也利国利民 同时 利家后人在家族资产的利用和商业财富上的管理上 值得人们借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